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揭开杨子3D透视群内涵,描绘性感内衣外穿时尚。 内衣外穿在近年来已然成为时尚新风潮,而大众却常常对此产生疑虑。 近日,演员杨子在公开场合中一席3D透视群引起了众多关注,明明一丝不露,却让人心砰砰跳。 究竟这种搭配内涵何在? 下文将进行详细剖析。 1.内涵皆是内衣外穿的概念已不再只是性感的代名词,而是具备更多内在含义的表现。 这种穿搭方式可以展现出女性身体线条的优美和曲线的柔美,而当与透视款式的裙子相结合时,则可以通过立体功能,更凸显身形美。 同时,也是对自身身材自信的一种展示方式。 选购适合自己的内衣品牌和款式至关重要,只有与自己的身材完美契合的内衣,才能起到精准的展示作用。 同时,搭配情况亦需谨慎。 内衣外穿要与周围环境和场合进行匹配,如以杨子的3D透视群位力,适合搭配高跟鞋,呈现出优美的腿部线条,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装饰性较强的手势作为点缀。 在选择内衣款式时,需谨慎选择过于暴露的款式,适当的透视和修身程度即可。 在搭配方面,内衣颜色与外衣的搭配也需要注意,颜色浅的透视外衣可与深色内衣相搭配,颜色深的透视外衣则建议选择浅色内衣进行搭配。 同时,若不自信自己的身材,可先选择一些曲线平滑的内衣,并在外面套上透视薄纱进行调整。 内衣外穿甚至穿透了人们对身材自信的态度和性格的展示,透过轻薄透视衣物,呈现出自然而优美的女性线条与风韵。 因此,选择透视款式的时尚单品,不再只是一味地去追求性感的效果,更多的是让自己更加自信和美丽。 内衣外穿甚至穿透了人们对身材自信的态度和性格的展示,透过轻薄透视衣物,呈现出自然而优美的女性线条与风韵。 因此,选择透视款式的时尚单品,不再只是一味地去追求性感的效果,更多的是让自己更加自信和美丽。 肖战三大优势,实现演员从普通到出众的转变。 演员肖战自出道以来,凭借自己的扎实演技和深厚演技功底,已经在演艺圈脱颖而出。 肖战的成功之路,离不开他优秀的表演技巧和三大优势。 从电视剧、电影到话剧,肖战都可以把角色引活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那么,肖战的三大优势是什么呢? 首先,在电视剧方面,肖战非常出色。 从陈情令独步天下到庆余年,肖战塑造的角色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, 这说明肖战具有非常出色的演技。 他不仅能把角色的表情、神情表现得非常到位, 还能够将角色的性格特征反映得淋漓尽致。 比如,在《陈情令》中,他饰演的魏无限,通过自己的精湛演技, 将这个腹黑中厚又憨厚善良的角色演绎的十分出色。 在《斗罗大陆》中,他饰演的唐三,同样是受到了观众的喜欢, 也成为了当下颇有人气的电视剧之一, 这也充分说明肖战不仅有出色的演技, 还能够将不同的角色演绎得非常到位,令人难以忘怀。 其次,在电影领域,肖战也非常有实力。 他参演的电影作品也曾经获得了不少好评, 如今年推出的《有一个地方叫天堂》便是其中之一。 在电影中,肖战不仅要承担更多的角色表达, 同时还要在全局中扮演重要角色。 不过,通过肖战的精湛演技, 他能够将电影中的角色真正演活, 让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该角色的内心与特征。 最后,在话剧方面,肖战也是非常出色的。 话剧的表演要求十分高, 需要演员有出色的演技和丰富的表演经验, 这也是考验肖战表演能力的重要场所之一。 但是,肖战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培养, 完美驾驭角色, 不仅完成了一步步优秀话剧的表演, 更是在演出中呈现出出色的表演技巧和考虑到极致的细节表现, 从而得到了众多话剧爱好者的认可和赞赏。 总的来说,肖战能够在电视剧、电影和话剧三个领域都展现出非常出色的表演能力, 这必然离不开他出色的演技和实力。 肖战在创作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表演技巧, 不断挑战自己的表演极限, 也赢得了广大观众和演艺人士的青睐和认可。 相信肖战今后的表演之路会越走越高, 成为更加优秀的演员。 肖战消息解读,杨子在热搜上被肖战粉骂。 冠军歌曲陈列馆官宣正式挂牌。 肖战连续三年上榜,夺冠十一字。 Tox官博更新,肖战跟Tox总裁合照肖战总裁。 毕竟杨子小的时候也是个乖巧甜美的童星, 大家也是看着他长大的,肖战的粉丝们以如此庞大的方式, 回应一条消息,也让人感到非常困惑, 他们认为,留言的网友是杨子的粉丝, 假扮CP粉。 近日,官方宣布冠军歌曲陈列馆正式挂牌, 一众实力派歌手和经典歌曲都成功上榜, 特别是肖战,连续三年都上榜, 这就是肖战的优秀之处,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上榜后共计夺冠十一字。 此时的肖战还处在背内于静默时期所有人, 都不敢为其发声。 只有谢娜说出这句话, 真的很让人感动如此重要的场合声援肖战, 真可谓是患难见真情而谢娜的此举间接地向大家证明, 肖战的事业不会因。 近日,肖战与南通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判决书公布, 原告肖战诉求与南通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品牌广告代言关系, 原告亦未授权,允许被告使用其肖像和姓名。 气质和肖战很接近, 因为会惜肖战不少粉丝。 肖战和杨子合作的《余生请多指教反响》十分不错, 这两位实力派演员的默契程度非常高, 私下关系也非常不错, 这都让肖战成为成欢季的最佳人选, 肖战是中国娱乐圈的新生代偶像。 其摄影师的一个拍摄风格, 每个摄影师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的, 如果是不同品牌, 不同风格的一个摄影师, 他们对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有不同的要求的, 所以肖战每一次展现出来的形象。 而且两人现在发展都需要谨慎思考, 肖战有据待播, 还在等播出后观众和市场反馈才能决定接什么类型, 养子资源受阻, 总被人唱衰眉戏拍或者是报具体制失灵, 也更希望成功转型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